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说一下AJAX,是吧? 说AJAX之前的话,那么的话,先需要配一个环境啊 为什么配环境呢?我们AJAX的话,这种啊 运营AJAX的话,需要我们的服务器环境啊,需要服务器环境 就是本机的环境是跑不起来的,AJAX的啊 所以需要服务器环境,那么服务器环境的话是这样子的啊 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些文件,发了什么文件呢? 发了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啊,今天会给大家发的这个 有一个,发给大家有一个server.js,是吧? 这样一个啊,server.js啊,好,这个文件的话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服务器的一个程序啊,然后给大家发的这个load.js load.js之前也给大家发过吧,给大家发过啊 那么的话,我们如何用这个呢?就是首先要把这个load 给安装一下啊,大家如果没装的可以装一下啊 然后的话,我们用load来跑这个什么呢?server.js 就可以跑一个服务器环境啊,跑一个服务器环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跑啊 好,怎么跑这个服务器环境 那么的话,首先的话,我们最好是弄一个什么呢? 呃,弄一个什么英文的文件夹 这个方便我们敲啊,方便我们敲啊 啊,好,比如说我把这个呃,16天啊,前单16天这个啊 16天这个我把它的话啊,把它换一个名称吧 比如说叫16,16是吧?16day啊,这样的话就方便我敲,敲这个文件名啊 好,把这个关一下吧,呃,这个关一下,然后这个16啊,16day啊,16day啊,16day是吧? 好,然后的话,我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gs烤进去啊,把这个gs烤进去啊,把这个gs烤进去 然后把它什么呢?把它烤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啊,粘贴一下啊 那么等会的话,我们切换到这个目录,然后跑这个server.js 然后的话,这个服务器的目录就是这个目录啊,等会服务器的目录就是这个目录啊 好,然后怎么跑这个呢?啊,怎么跑这个啊,然后的话,我们就要用到什么呢? 用到我们的一些DOS的操作啊,DOS就类似于你们学的Linux的一些操作啊,一样的啊 那么在这里什么呢?运行一下什么?这个CMD啊,运行这个CMD啊,运行这个CMD啊 运行这个CMD之后,那么,我来,来到我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好,我这个文件夹,我这个文件夹,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文件夹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是吧? 在Z盘,User,什么Blog,DogTalk,SlowDays是吧? 好,那么怎么进入我这个文件夹呢?啊,好,首先的话,给大家看一个面 第一个命令啊,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查看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的这个DOS里面是什么呢?就是DIR啊,DIR啊 再看一下这里面有有什么文件夹,看里面有DIR是吧?啊,DIR啊 好,那么的话,再说一些命令啊,比如说你要进入另外一个盘是吧? 比如说你要进入另外一个盘,比如说要进入这个D盘或者E盘的话 那么就是,D盘两点,然后回车啊,你就进到D盘了啊,就是回车啊 只不过我电脑里面没有D盘啊,没有D盘,是吧? 没有D盘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如果你电脑里面如果是其他的盘的话 你这么进就行了,比如说你电脑里面是E盘,是吧? 两点回车,那么就是进了E盘,是吧?好 那么的话,想跳到上面一个目录就是CD什么点点,是不是跳到上面一个目录啊? CD点点是不是跳上一个目录啊?啊,跳到下面这个目录的话 比如说进到这个blur里面这个目录是CD什么,blur,是吧? 是不是进到下面这个目录啊,是吧?好,进到下面这个目录的时候 然后再DR,然后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吧? 好,这里面有这么多文件夹,比如说我要进到这个desktop,是吧? 那么的话就是CD,是吧?CD,然后是desktop, desktop,是吧?进来了吧?进来的话,然后看一下DIR,是吧? 看下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好,然后这一个16天,是吧?这个是吧? 然后CD什么?16DAY,是吧?16DAY,啊,进来了,是吧?那时候我会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文件,DR,是这样的啊? DR,啊,好,看一下这里面那么有这些文件,是吧?好,那么的话,大家看一下你的电脑里面有没有装load 如果装load,装完load的话,可以先执行一个命令,比如说load,load-v,是不是吧?load-v是什么? 就是它会显示你这个load的版本号,啊,你装成功了就会显示这个,啊,如果没装成功的话,它说你这里面不知道它是什么命令,啊,不知道它是什么命令,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是什么呢?呃,就是什么?这个是4.4.7,是吧?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跑这个server的话,怎么跑呢?就直接这么跑,啊,比如说是load-server.js,是吧? 这么就跑这个server.js,啊,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回车,啊,就可以跑它了,是吧? 跑它之后,然后我就可以通过localhost的8888来访问我的这个目录了,啊, 啊,这个目录的话就是用dogalhost的访问的这个目录,就是这个目录,而且它是以什么?服务器的环境来跑的,是吧?好,比如说我来访问它,啊,好,访问它,比如说我这里面,我这里面新建一个,它默认是什么呢? 会访问,会访问,会去找到这个里面的一个index的文件夹,啊,index的文件,啊,比如说我这里面新建一个index的文件,啊,所以我打开,啊,我这里面的话,呃,把这个,再把它打开,啊,好,比如说我这里面,我新建一个index的文件,是吧? 比如说是index.html,是吧?好,存一下,是吧?好,存一下之后,这个的话,来这里面test一个什么呢? server,是吧?test server,啊,好,比如说这个h1,吧?好,我测试一下它,这个服务能够跑起来,是这样的啊?好,test server,好,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存的,啊,存完之后,然后怎么访问呢? 怎么访问呢?好,就是localhost,8888,是吧?好,然后是localhost,啊,http,然后是localhost,啊,8888,这么访问,是吧? 哦,我差了一个L,是吧?差了一个L,啊,好,再来,是吧?是不是可以了吧? 哦,我差了一个L,是吧?差了一个L,啊,好,再来,是吧?是不是可以了吧? 好,这个的话,就这个服务器环境就跑起来了,啊,服务器环境跑起来了,啊,然后我们等过的话,用这个服务器环境呢,来跑这个什么呢?跑这个adax,啊,好,这是关于这个服务器环境,啊,好,好,那么在跑的过程中的话,它这里面有,有显示,是吧?这是500,就表示这个,服务器上的这个返回,是吧? 404就表示什么呢?没有载到,是吧?200的话表示成功,是这样的啊,这是它的这个什么呢?这个,这个码,是吧?好